黑心郎中递给小女孩一串糖葫芦 小女孩只吃一口便得上了怪病 傻乎乎坐在地上脑袋摇得咔咔直响 父亲正准备带她去吃羊肉泡膜 健壮下的不知杂种才好 为了治好女儿的病 王开雪请来西岩城最有名的大夫 但大夫却摇头表示 行医这么多年从没见过这种怪病 求你就去保住啊 你要大洋要金子要房子我都给你 这不是大洋金子房子的事 得赶紧另情高明 要不就耽误了孩子的病了 父亲当了土匪 老婆孩子也死了 如今只有这个宝贝女儿了 王开雪贴出告示 谁能治好女儿的病 就可以漫天要假 绝不返回 金宝国看到告示 突然想起几天前 在王家大宅门口 父亲古怪的行为 以及地上那个印有自家logo的毒药包装 顿时明白过来 金郎中吃着肉夹馍 晃晃悠悠回到家 金宝国一把拽住领口 质问他到底给小女孩吃啥了 金郎中还想耍赖皮 来个死不认账 没想到金宝国竟然把装毒药的塑料壳子都找到了 老头这才承认下来 在儿子强力要求下金郎中为宝珠扎了针 自己下了毒 当然知道杂志 挤针下去 宝珠就不摇头了 只是瞪着眼睛傻笑 王开雪看得心里难受 直言女儿要是治不好 自己也就不活了 看到这个丫头如此重要 金郎中知道 这部及时下队了 于是他留了一手 打算再吊一吊王家 王开雪私下告示 告诉金郎中 这就是合同 以后可以凭着这个 跟他要房要车 当然除了老婆 金郎中刚接过来 就被儿子撕的粉碎 治病救人 那是当先生的本分 漫天要嫁 趁人之危 说得对 说得对啊 金先生 告诉你可以撕 但承诺在我心中 有了王开雪打包票 金郎中高兴的没开眼笑 第二天就治好了女孩的病 王开雪遵循诺言 要用重金筹谢金郎中 但金郎中拒不接受 当听说金郎中 初来乍到正苦于没有合适的地方开药铺 王开雪便执意要让出五大监房给金郎中 金郎中先是假意推辞 最终还是将房器小心的装入自己口袋 想要看好剧 记得点赞收藏 大猪提子 感谢您关注